幫我們看,這個三式體 這是說有一個螺線管 像甜甜圈的那個螺線管 這樣繞過來 你如果把它切開 切開以後我們就知道 電流這樣溜出來 進去,再溜出來這樣溜 這樣溜 這樣溜的話 三式體他是問說 環體之磁場不為0的區域有哪一個 僅在甜甜圈造型之線圈的洞 所謂洞應該是這裡 這個洞 這個不會有磁場 為什麼 因為你是可以用高磁 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這個是安培定律 等於Union I 那因為這個是圓柱對稱 圓柱對稱的話 你給它做個圓圈的話 上面磁場都應該一樣 但是它沒有包到電量 所以這裡的磁場 外面也沒有包到電量 因為你出來跟進去的一樣 所以外面磁場也可能 只有中間這裡有磁場 只有中間這裡有磁場 所以三式體應該選B 僅在由線圈所圍繞的內部區域 有磁場 再來我們看三式五體 三式五體是說 這個圖 磁力線B怎麼樣 那一會兒 磁力線B怎麼樣 磁力線B出來 出來了 電流這樣出來 所以你做一個環場 磁場是這樣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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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場這樣繞 磁場是這樣繞 磁力線是圓形 再看看這個36體 它在沒有改變環體的尺寸跟電鈕底下 其總渣速N變為兩倍 N變為兩倍 這個渣速 每一根的電鈕沒有變 但是它這個渣速變成兩倍 那渣速變成兩倍的話 你包到電鈕就變成兩倍 所以磁場大是兩倍 所以大家應該選A 這一題大家應該選A 磁場變為原來的兩倍 讓我們看37體 它說環體的內半徑 這是內半徑 這是外半徑 這叫做R奧 他說環體的內外半徑分配是R1跟R奧 如果R為距離中心的跡象錯標 這是R 環體由N扎導線所環繞而成 其電流為I 每一根電流是I 則下列合則為線線線內磁場的正確公式 我們就安倍定義 安倍定義告訴我們說 V.DL 這個等於μ0 Ni 加著N0 Ni V.DL 因為它是圓柱對稱 所以上面的磁場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應該是V 乘以到 乘以這個環場的長度 2πR 這等於μ0Ni 所以我得到B B 應該是N0 2πR 就是μ0Ni 所以這題 大家應該選豬 2πR就是μ0Ni 這題應該選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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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